大家好,我是朱sir 又到一周股评的时间 首先,今天是星期四 我们拍完这条影片之后 基本上就要过一天 大概星期五左右才可以发布出来 Anyway,我们开始评论 首先,大市里面 我们看到近期 当跌穿了26,000 就硬在25,600 这些位置都失手了那时候 你看到大市的气势 就一步一步就弱了 那原本是由每一天的股市 无论升跌 10个板块都有8个板块向上升 就变得逐渐缩到只有2、3个板块 那我们就是说近乎全盘 有一些崩盘的即场 基本上就是我今天做这个股评的星期四 整个引子就跟外围股市是无关了 其实近几天美股是连升4日的 好讽刺地 但是问题是我们香港这一边 今天那个崩盘竟然是有一种 就是你觉得不错 这一边的股票是引领的 就是900一中心国际 那你稍后也会详细来分析一下 这个股票的情况 我相信 就是外面都喊到你牙痛的了 基本上或者很多人都很害怕 那由900一边崩盘 它最近那时候跌了差不多四分之一 你没听错是跌超过二十多个百分之一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就令到很多的一些 无论是科技股 是医药股 物馆股 你听得没错 联合管股 700 3690 那些全部硬是拖下去 那我们都从而 都可以见到 由市场经过一连串的急升之后 我们都教过香港的股市 在少部分的市价 是一个高追突破的一个市场 其实很多时候都是 它一升到那一大段之后 之后这样追的话 它回落来的力度 是可以非常之痛的 基本上 那我们都可以视为这些 是类似的所谓来料的一个警告 就是警告大家 在这些这样 很多人说所谓什么大时代 其实你不要理会是不是大时代也好 你做股 面对一些股值 在相对比较高的时候 你硬去追 其实你就预计了是有一定的 实际是颇大的风险 而我们就是说 当下很多投资者 冰雲未定之前 现在只可以说一句 就是说 大家如果 资金实力是比较红厚的 由头到尾都可能 没有什么入货 那你现在是开始去吸纳一些 就是趁低注意 坦白说来说 都是应份的 但是我们就是说 一定要看回那些股票的数据 就是譬如很简单 第一一定要是 在市好的时候 你惨什么都会赢的 就是基本变好还是不好 总之有动力那些 你一惨就会赢的 但是我们就是说 学爸爸先生 有一句是说 水退了之后 才知道哪一个是无穿泳庫 所以我们就是说 去到最后 去到现在 你觉得有危难的那一刻 就是应该要选择一些 盈利的可见度 确定性是高的股份 譬如说 好像打一个比喻 好像700那样 老实说 市跌不跌 人们都是这样打机的 你跌不跌 那个游戏推出 那个所谓的速度 都是近以四五年里面 是最快的 这是改变不到的事实 另外也很简单 譬如打一个小比喻 好像一些的 诸多物管股 坦白说 市跌三千点 或者市升四千点 你也是要加管理费的 所以我们就是说 在这样 在想一些盈利确定性的情况 的一些股份 就好过你去 亂倒一些 机动性是很强的 现在好明已经开始 作为一个下跌的股份 这个就是顶体的 大市里面的判断 那如果你是 讨论一些个别的板块 那很明显981 就是一个要去讲一下的股份 981就是 充分地在一个科普 就表现了一种 叫做Buy in Rumor Sell in fact 一个终极经典的案例 好老实说 就是说 是稍微有 懂得投资价值的人 或者是 价值投资的人 都会知道 这四十元楼上的 H股的981 其实你还有什么的理由 是说它可以短线还是大幅上升呢 这个也不是说 我去做一个节目 叫它跌了 又一直讲风良话 那时候很明 大家都知道 我无论是做任何的 节目的班位申请 或者是自己Facebook的Live 甚至是YouTube的评论 基本上我都说过 就算我利申了 很多年前的981 还在这里也好 我都Buy它 是长期可以站在四十元楼上的 但是呢 在那时候我们看到 市场基本上 对981是一个 全城亢奋的 一个所谓的态度 但是呢 当今天呢 在一个所谓的A股上升了之后呢 那我们看到呢 就算A股是升了 是接近是每几两倍呢 最高去到90元也好呢 你看到就算有个这样 红溝的AH股差价 你看到981 也是崩了一本的 所以我们就是说呢 其实在AH股差价膨大 是不是代表股份 是一定永细地可以保住它呢 大家今天就可以见识到了 原来在短期里面的 股票买卖呢 都是同一个Demand Supply 才是最主要的 决定性的 One and only one的Factor 你说的那些什么AH股差价那些呢 你看它存定了 才再在想 基本上 而我们就是说981 亦都跌了下来之后 很多人就想着抄底啊 那我只会觉得就是说呢 其实你是太高价格去买的 可能是由四十几万 到三十五元那些 这样的价位的话呢 基本上你都很难反散的了 在短期的角度我会觉得 而且呢 就是说是经历了这样的重创之后呢 这个股份似乎很大机会 是稍微经过微弱的反弹之后 或者可能老实说 波幅那么大 你选择到一个子浪低位 但整十几个% 有什么不奇怪呢 就是如果你捉不到这个子浪的 或者你是捉到以为自己很厉害 又不懂得走的时候呢 其实呢 上面基金的Google 或者是 众多散户的子损的盘 应该都会很澎湃的 所以我们就是说呢 短期呢 你十元不买 二十元不买 是不是又中了一个 是所谓散户的币 就见过高位回了一段 又觉得很便宜 又去分身呢 那大家都可以反思一下 这个道理 而之前的危险呢 我们也都重新 我们在不同的channel 其实都是提告的了 那另外呢 我们说了这个不开心的981之后呢 又说一下其他一些的个别股份的news 譬如说好像9922那样呢 就宣布了是去股 那股价就回了来 那我们就是说呢 基本上呢 我们就是说 这个999呢 基本上很大机会 在短期的角度 都是一个 是调整的浪营 那你又去股之后呢 其实是对他的财务的帮助呢 相对来说是可以的 但是呢 我们就是说呢 在公布的条文里面 其实写得相对比较差一点点 他就是说呢 他集资呢 基本上就不是为了去扩充 就是为了呢 是共度时间 那他就是为了这样写的话 就未必太坦白得来呢 也都令到那些基金经理呢 就心情不是太好呢 如果见到那些这样的写法 那所以短期呢 有少少的压制都会正常的 其实我们见到近期 有一些餐饮的股份呢 都是备受压制的 譬如说是 顶级的海底楼啊 以至是922那些呢 都是有一定的压制的 那我们相信呢 是要一个博利的回头 还有就是再过多几个月 如果那个数据是 最后一个位置转街的话呢 那基本上的股价就可以反弹了 那当然我们都是 完全不期望 这些龙头的餐饮的股份呢 是回到三月的底部了 那我觉得这些都不需要 太过是无限上海去讨论的了 那最后呢 我们就说293呢 公股除淨权已经是除淨了的了 但是呢 那个公股权呢 应该是未在市场正式那里买卖的 那我们就是说呢 要记住 要记住 公股价呢 就是大概四个领左右了 那现在的股份呢 大概在六一边那里增持 那我相信呢 我在公股这一段的期间呢 就基本上在学术定义上呢 就近乎地是 99.99% 近乎没可能呢 是跌穿那个 公股价的 因为你想想 如果跌穿了公股价 哪个人还帮你去公股呢 不如我去市场直接买算数吧 OK 所以说在这段时间呢 是被动地呢 是会守到在公股价上面的 那但是问题我们就是说呢 是基于 就是那个航空的复甦 都会比较久的时间才会出现 那所以短期内呢 就算它除了公股权除淨了也好 你短地去拼的话呢 其实那个风险都相对比较大 那所以我们就是说 293这个股份呢 可能仍然放在观察的范围里面 好那今天呢 那是一周股评的时间 暂时去到这里 那我们下个礼拜呢 再和大家见面 多谢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